大盛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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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所有的大盛禅士的學員們 大家好 大盛禅士從2001年成立到今年 已經邁入20週年了 這是很值得一件隨喜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如大圣禅师 这个大圣来说 大圣代表是什么呢 其实代表了诸佛菩萨的心愿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大圣呢 大圣的意思就是 所有一切友情都希望能够离苦得乐 那怎么才可以真的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立他的心 也称它为叫做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 我要成佛去立一切友情 这个就是菩提心 当你有了这一颗立他的心 或者是菩提心的话 我们就是一位大圣的修行者 一切诸佛菩萨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什么呢 都是为了要能够利益一切友情 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立身而去做的 像现在能够 我们能够透过大圣禅师 能够跟这个佛法种下一个善因 就如以前 瑟利佛 他能够成为释迦摩尼佛的首要弟子 是在他当时在因地的时候 他是一个信差 有一次呢 他要去派送信件的时候 然后遇到大雨 所以他就躲进去了一个寺院 你在寺院里面呢 他用这个微弱的灯光 看到寺院中的佛像 然后呢 心中就生起很强大的欢喜心 希望呢 能够跟这个佛呢 能够在佛的身边学习 因此呢 生下了这个强大的欢喜心 也因为这样子种下了这个因 之后呢 他就成为了释迦摩尼佛的大弟子 所以哦 像我们如果能够去到寺院 能够看到 以一个恭敬心 去礼拜佛像 然后呢 也以一个恭敬心 去做供养 也以一个恭敬的心 还有利他的心 然后我们就说 转经轮 或者是绕佛 因为这样子的因 都可以成为将来 我们能够解脱 甚至是成佛的因 所以呢 也因为大圣禅士的成立 使很多的人 能够种下了这个离苦 得乐的因 除了这个之外 最重要的 也因为 伦波切跟大圣禅士 然后我们也可以 去到寺院 听闻到正确的佛法 透过了解正确的佛法 学习修持 然后呢 真的又能够自立 立他成就究竟的佛果 所以这是一件 值得非常随喜的事情 也希望呢 借此呢 希望大家能够 不断的 去为众生 去做利益 他人的事情 这样子的时候 也 也能够 我们也能够 能够满足 诸佛菩萨的心愿 因为诸佛菩萨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立他 我们如果想要报答 上师跟诸佛菩萨的恩德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努力的去行立他 所以呢 在这里 趁这个机会 祈求呢 所有的上师 还有仁波切 能够长久注释 也希望 所有的大圣禅士的学员们 都能够 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最重要的 我们以一个立他的心 去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都要去以立他为主 这样子呢 我们来报答 上师的恩德 也报答了 诸佛菩萨的恩德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 然后一切圆满 福慧双真 吉强如意